哈囉大家,我又來了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推薦幾部很應景 很適合在萬聖節沒有被邀請去任何的變裝party 只能夠自己在家裡看美劇的人的暗黑系美劇 那我選出的幾部都是討論度偏低的小品類 所以不會有美國恐怖故事啊、黑鏡這種的 那如果你已經追完以上這兩部 然後你需要更多的負能量 卻不知道該看其他哪些劇的話呢 今天要推薦的影集呢,練習程度從重到輕都有 也許你可以從裡面找到你的真愛 靈異皮道是Cy-Fi在去年推出的施選幾美劇 跟美國恐怖故事一樣是一季一個主題 相比之下它沒有美瞳那種種口味的浮誇情節 比較是靠壓抑氣氛取勝 是那種看完心情會不太好晚上十年的類型 也因為這樣它比較不是那種可以一集見一集看下去的劇 你會需要休息一下沉澱的心情 靈異皮道它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呢 它的每一季都是改編自一個叫做Pretty Pasta 恐怖網站上面的內容 就是所謂的都市傳說啦 第一季主題是來自蠟燭呢 描述一個似乎只有小孩子看得見 內容很詭異的兒童節目 第二季則是改編自無盡鬼屋的故事 是關於一個無止境的恐怖屋 屋中共有六個房間 每個房間都能夠喚醒人心恐懼 通常走到第六間房間的人呢 都再也不會出來 不過是覺得比起第一季呢 第二季的娛樂度比較高一點 但是不變的是這兩季的步調 以驚悚影集來說呢 都算是偏慢 也不是非常多血腥還有那種性愛的感覺 所以千萬不要抱著看八點檔的心情去看這一部影集 你會覺得很失望 它比較適合一個人在陰影的天氣裡面耍憂鬱的時候看 如果你也是黑節目的靈異頻道像詩選星美劇的愛好者 又不想浪費太多時間追同一部劇的話呢 HBO的104號房間真的非常值得去看一下 它的每一集都只有大概20分鐘 場景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就是一間編號104號旅館房間 這部影集我只能夠有四個字來形容 真的是莫名其妙 是好的那種 它的故事和主角每一集都不一樣 然後每個房客都會做出一些非常詭異常理無法解釋的事情 每一集的結尾都可以從各種不一樣的角度去解讀 我覺得很有意思 不過從劇名來看可以去電視呢 就是104號房可以對人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影響力 所以這間房間裡的房客到底有多詭異呢 以下就舉例其中一集的劇情 一個送Pizza到104號房的公主生 因為叫Pizza的男子說升上錢不夠 要去領錢給他小費 那這個Pizza小弟就被留在房間中和他的妻子一起等待 兩人都出了這段期間這個別人的老婆呢 使勁千方百計要勾領這個Pizza小弟 在他最後在房間差點崩潔之前他老公回來了 明明什麼都沒有看到 驅怒氣沖沖指著Pizza小弟和他老婆上床 聽到這個原因是不是覺得莫名其妙 但這還不是最奇怪的地方 最詭異的是這個男子和他老婆吵架吵一吵 居然就在這個Pizza小弟的命中 那接下來的轉折我就不去講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最後順便提醒一下 英明4號房一樣算是比較清淡的獵奇 推薦給平常不太敢看恐怖類型偶爾笑要嘗弦的人 驅魔說出這部影集真的討論都蠻低的 就連我也是Netflix上面好奇滑到看看 但之後原來有這部影集 它是英國影集超能少年製作人Horror Affleman 在去年推出的驚手喜劇 故事來講兩個有陰陽眼的女生組成驅魔惡人組 調查來自地獄犯罪集團的犯罪陰謀 只是這部影集不知道是礙於成本還是怎樣 惡魔特效都不是很恐怖 看起來有一點點格林的感覺 但是兩個女主角最近的火花我很喜歡 就是一個怪卡搭上的乖乖女這樣 這一部呢是英國影集 那如果你已經看你美去的重口味的話呢 這一部真的還不錯看 它的幽默是那種...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那種很細膩的英式幽默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抓到笑點 但是我自己個人覺得很可愛很喜歡 傳道士也是一部非常亂來的影集 為什麼說要亂來呢? 因為他全球有非常多敵基督的元素 就是把聖經中的那些精神拿來翻玩 變成荒腔軸板掉血腥黑暗的喜劇 主角傑斯卡斯特呢 是個繼承家業接信上帝的傳道士 同時他曾經也是個殘暴要犯案無數的罪犯 他渴望自己體現基督精神 卻也擁抱自己不完美的一面 這是過去宗教相關隱示宗民眾非常小見的 最終其他鄉鎮的小牛純卜和背景神秘的男主角 正好又形成一種很毀烈的對比 那似乎也受到傳道士的影響 每個角色到後來都會展現出自己很複雜又很黑暗的一面 第一季到了第六集開始 你真的是變得非常天馬行空又非常的血腥烈氣 這部影集的敘事方式很特別 偶爾會出現非現現敘事 所以除非你看完一整季 不然你很難去跟別人解釋這部影集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以下我就簡單整理一下 第一季也講說男主角Jacy 在得到一種叫做創世界超能力之後呢 變得可以讓任何人對他說話嚴提寄從 那第二季呢就是描述她和她的女朋友Tilly 還有她的吸血鬼還有那種Cassidy 共同踏上尋找上帝還有真理的公路之旅 沒有錯 這部以傳道士為主角的影集裡面有吸血鬼 最後我也想要順便小推一下跟傳道士一樣 是改編自DC其他Vertical漫畫的恶魔神探 在講傻蛋來到人間變成協助幾方辦案的偵探的故事 那這部是犯罪懸疑的成分比較多 超自然的濃度比較低 《殷差陽座》大概是我今天推薦的片段中最正常的一部 但它的故事也是很沒急 故事發生在一個澳洲的小鎮 七個死而附身而同時從自己的墳墓中爬了出來 復活原因未明 這七個人也互相秒關連 甚至是個別來自完全不同的年代 第一季花非常多篇幅去描繪每個人的背景故事 對於《死而附身》這個謎題的真相挖掘的進展幾乎是零 很驚喜的是它的蓄勢卻很引人入生 會讓人想要真心瞭解這七個人的經歷 在短短六集的篇幅中也會對這些角色產生很深的感情 那第一季最後真相呼吸欲出的時候 真的是更讓人一霸步 讓人更期待下一季會怎麼發展 所以你要說它很黑暗很獵奇嗎? 其實是真的還好 但是它本身的主題真的很吸引人 節奏也掌握得很棒 那它的第二季會是下一個月播出 那還沒有看過這部影集的人 可以趕快去補一下第一季 好,終於來到最後一部了 今天最後一部影集就是 阿茂總最近新推出的《LOR》 它是改編自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廣播節目 它也是選機式的美劇 每一集都是改編自非常有名的鄉野傳說 那探討的內容非常棒 從吸血鬼、狼人、鬼魂都有 但大多都是圍繞在迷信 還有以前年代人們因為無知 而做出一些害人聽聞的事情 強調這些迷信的真相其實比傳說還好可怕 那每集都會加上真實事件的照片 配上製片 Aaron 沒聽她的親自旁白配音解說 清爽程度算是蠻低的 但是很讓人上癮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選出的幾部 我覺得很適合在萬聖節看的暗黑系美劇 那時候可以找到你喜歡的類型 那我如果漏掉哪些 你覺得非常值得一看的影集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大家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掰 我們下次再見 請看 這邊請問